很多人都说 昨晚升级鸿蒙系统没成功 问题处在了呢 以我手上这台没35G为例 我们点开版本号176 我们再看四配机型版本号180 所以你们昨晚到底有没听我的先升级藏鞋 我再来示范下 先将手机升级到四配180版本 然后打开花粉俱乐部 点击公车藏鞋 对应手机系列点击报名 哪至底部点参加 各种协议点同意 下载描述文件显示安装成功 然后打开设置 系统更新里找到远见更新 点进去直接升级就可以了 赶紧点赞收藏 你朋友用得到 很多人都说 昨晚升级鸿蒙系统没成功 问题处在了呢 以我手上这台没35G为例 我们点开版本号176 我们再看四配机型版本号180 所以你们昨晚到底有没听我的 先升级藏鞋 我再来示范下 先将手机升级到四配180版本 然后打开花粉俱乐部 点击公车藏鞋 对应手机系列点击报名 哪至底部点参加 各种协议点同意 下载描述文件 显示安装成功 然后打开设置 系统更新里找到远见更新 点进去直接升级就可以了 赶紧点赞收藏 你朋友用得到 抖音